我对我们执政党的政府五个字 恨铁不成钢 即使身为执政党立委 王世坚大炮问证风格 也反映在最新民调上 民众认为王世坚监督行政机关最有力 对零两天有国民党立委 到民进党团记者会旁听 王世坚这话说得真的酸 看在蓝营第一棒旁听的陈玉珍 蓝略都说要回归正题 王世坚得面对的还有党内互打仗 这一下双方都很尴尬 当时王世坚的党内初选对手 现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 因为何志伟不满王世坚 以及当时帮王世坚助选的立委 庄瑞雄公开谈话 向两人提出加重诽谤等罪 并求偿六百万元 但士林地院宣判何志伟败诉 刑事部分由检方持续侦办中 何志伟现在也贵为我们总统府副秘书长 我希望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那也不需要再什么上诉了 他跟我都获得法官无罪判决 所以我这是我昨天高兴了一整个下午 好心情全部写在脸上 何志伟结稿前未回应 监委恩怨情仇 判能随波逐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